精神跟身體照顧最不好的時候 對於我的人生的未來 也是沒有辦法的機會 不敢去想像 一說到這24年來 一直跟肝險纏鬥的心路歷程 李小姐情緒從悲傷 轉成喜極而泣 過去長期忍受肝險的疼痛 不但失去了自信心 一度還有自殺念頭 但現在終於可以脫胎換骨 迎接新的人生 從使用這個生物字距之後 就是症狀減輕了 然後就開始會對 重新會對生命 然後就是燃起希望跟熱情 全台灣大約有5萬名的肝險患者 這種因為自體免疫 而引發的慢性發炎的皮膚病 耗發的部位通常在 頭皮及關節的皺褶處 除了癢脫血刺痛等問題之外 更因為外觀容易造成旁人的排斥 很多人根據統計 造成憂鬱的比例 也比正常人還高 甚至有輕生的念頭 所以其實要把肝險 季節治療好 對它整個生活品質跟社交能力 還有它整個生理 它的一些其他器官疾病的影響 其實是都有幫助的 以往肝險只要治療達到一定的程度 效果就會出現停滯 也令病患上失耐心 不過自從新一代的生物字跡出現之後 讓病患有新的治療機會 那老藥有扣膚的 那這些藥不是有傷肝 就是傷腎也不能長期使用 所以很多病患就選擇就不積極治療了 那現在有新的治療 它可以幾個禮拜或是一個月 三個月打一針 那它的效果又比傳統老藥還好 那所以它腹中越少 效果越高 醫師也鼓勵病友 把生活好好照顧 包括戒鹽戒酒 正常的睡眠 及適度的運動 持續的治療 就可以減緩肝險帶來的疼痛 記者黃少民採訪報導